表里不依的女人 这是由墨叶天仙分享的第五十一个因果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刘友生年角度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刘善人 1998年有一个女士来找我 她是黑龙江省叶安县一个小村子的人 她在当地可是有名的孝顺儿媳妇 全村没有一个人不说她孝顺的 可以说是美名在外 但她发现自己不正常了 于是就找到了我 到我这里来听我给大家讲道 听三天她就哭了三天 那天我正跟人讲道她还在哭 我就问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有多大的难事 她哽咽着说 我有两个孩子 小的那个才八岁 不知道为什么 晚上睡觉醒来 我总想掐死她 有一次 我都把手扣在她的脖子上了 但心里却是一阵 哎呀 怎么回事 这怎么行 这可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会想掐死她呢 于是 赶忙把手缩回来 这样反复几次 后来我都不敢让孩子回家来睡觉了 把她赶到奶奶家里去睡了 我真怕哪一天 控制不住 就真把她给掐死了呀 我问她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她说 我也不知道啊 我说 你要想好病 你得说实话 你平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 你想的和你所做的 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有假 她想了想说 大家都说我是孝子 但这几天 到您这里来一听 我发现 其实我是个逆子 大不孝 这时候 她站起来 走上台来 给大家讲开了 我们村的人 从老人到小孩 都说我是个孝子 实际上 我不孝 我那孝都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 因为我母亲和我婆婆 都住在我们这个村子里 每次我做了点好吃的 我就会在心里琢磨着 如果做好吃的 不让老人知道 他们俩一定会说我 那我就成了不孝了 怎么能让他们知道 但又吃不着呢 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 每次做好吃的 我就看时间 到饭点的时候 我就把饭做好了 先去我妈那里 跟她说中午别做饭了 到我这里来吃 我妈就会说 家里已经做饭了 其他人也要回来吃饭 她还要喂猪 没办法来我家吃 还很高兴地说 我有这份心就行了 从我妈那里出来 再去婆婆那里 还是这样演一遍 他们都没来吃 但都很高兴 夸我孝顺 而我做的好吃的 他们一点没吃到 每次 我心里都偷着乐 他们要是都来了 那我一家 不是少吃了吗 看看 这样对老人使坏 良心不是大大的坏了吗 言行不一致 才会导致她 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 说完她就哇哇大哭 哭得死去活来 怎么也停不下来 她哭得停不下来了 就有些着急了 问我怎么办 我说 你回家后要面对现实 当着你妈妈 婆婆的面 去说真话 把你之前的假面具 取下来 露出你的真面 换个人面 于是 她回家后 就跪在婆婆面前 坦白了 以前自己的假孝顺 又去她妈妈那里 也坦白了 自己的假孝顺 这下心里 才好说多了 她后来 还来了我这里几遍 把这假孝顺的事情 又给其他人 说了几次 从她以后 想掐死孩子的念头 才没有了 木叶片先改言 故事里的女人 为什么会产生 想掐死自己小孩的动作 而心里 却并不是真想掐她 这是长期的行为 和心里 不一致导致的果报 人的善 有真善和假善 我们看到的 并不一定是事实 就如故事中的人 人人都说她孝顺 实际情况 却是如此不堪 是不是真的好 看看她这些年的遭遇 就知道了 如果是真正大善 哪有不好的道理 如果很多年后 境况没有改观 只能说是自己 没有真正做到真善 如此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